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多苍荡难过忘了对我说 孤独滚穿了山坡 人生像闹剧 卷入迷失漩涡又困进沙漠 怎么逃脱 无缘来命运的捉梦 常常忘了对我说 两界总偏爱揮霍 黑夜到白昼 决绝的选择换来 落梦拉扯 这到底是对是错的道 又如何 谁懂得 认识你之前 我不姓名 因为你 我姓了 就像这次重逢 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 一只手将你我分开 永不回头 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 不断地将你推向我 我该何取何从 对不起 刚刚诈错了个男的 然后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胸针 银色的 没看到啊 不 在这儿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 有个肿瘤在肝脏 恶心的 我以前总觉得 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 现在想想 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也很过分 他却没有怪我 别难过了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 要不要做手术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 但肿瘤的位置 距离动脉很近 不能手术 只能 报告质量 女生咱们都这么熟了 就不说那些虚的了 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 嗯 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交过女朋友 早点成家 那 你会不会愿意 做我的女朋友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你都听我这么多次了 作为回报理所当然 再说了 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 咱俩相当地默契 没问题 交给我 我是认真的 我爸说了 用婚姻敷衍她 这样对我太不公平 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 我觉得她说得对 算我这几年 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 你也常说了 你都不愿意回家 像个未亡人一样 我不也是吗 所以 我真的想努力地 试着打开我的心 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 所以我想试试 能不能爱上你 女生 你凭什么一厢情愿地认为 我就同意让你试呢 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我 我 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挺欣赏你的 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 这么久以来 我们也挺轻松的 那我 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 就起码我们自己跟肢底 你会放心啊 我听你说吧 好不好 你是因为 知道我爱的不是你 所以呢 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 然而你心里也绝对 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 你嘴上说着恨恨恨 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尽他弟的 爱着他 还说我们太熟了 不你以前不常说吗 你说 如果 真的没办法了 等不及了 真的绝望了 我们俩就合着 抽合过一辈子嘛 总比跟别人结婚 害别人好吧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 不等了 是 好的 那除了聂伯伯的病 还有什么原因啊 是我 今天聂与盛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 他说他很欣赏我 他说 他想认认真真地试一试 试试能不能爱上我 我没答应 我总觉得 我和他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 他还说 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 有欣赏和理解 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 你说呢 马克 我应该答应他吗 你自己决定 我 你自己决定 有什么事啊 那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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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唱歌給我聽吧 你唱一會兒我就睡著了 媽媽今天有點累了 唱不動了 那我唱給你聽了 媽媽給你疼些了 好 慢慢躺下 媽媽我給你睡 好摸摸熟 你唱什麼呀 我知道了 那你的消息樓傳了一定過去 好謝謝 好 拿過來 家誰啊 盛總是我 幫我把下午開會的資料拿回來 另外再幫我拿兩瓶冰可樂 好 好 盛總 進了之後把門戴上 好 謝謝 這個是給你準備的 一會兒我會繼續工作 不會打擾你 你拿著可樂去坐到那邊 敷下眼睛 好好防空一下 好嗎 好 好 謝謝 都很特別 快吃 太快 嗯 同志们 吃饭啦 别做了 走走走 今天我来请大家吃饭 你们想吃什么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可以啊 我不吃了吧 我减肥 我还有事情要忙 你们先去吃吧 没事 我帮你弄 你去吃饭吧 我饿嘞 德西 你想不要去喝那个老火粥啊 地下一层有加那个茶餐咛 味道不错 而且还实惠呢 好 走 你喜欢吃甜品吗 羊枝干露也挺好吃的 嗯 我们还可以来个冰骨菠萝油 这么快都到啊 什么事啊 非得中午说 你最近都是夜班 这么累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 来了 来了 等电梯呢 李奇 去吃饭 约人吧 走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太一样 其他都 因为这个有食物 你吃什么呀 我吃点酸奶 不是吗 刚神奇奇我们吃饭 他都不吃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好 嗨 李皮 李皮姐 这位是 介绍一下 这位是念雨胜 这个是Amy Lily Linda 你们看 走啊 去吃饭了 好 走了 李皮 Vicky 盛总 念雨胜好久不见 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 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 他一直拦着 说你太忙了 这要不今天碰到了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怎么样 笔着吧 好啊 走 一起 好啊 一起 走 想着什么随便点 千万别给盛总省钱 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 对吧 老板 Vicky 你这张嘴啊 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因为那里在公司这么小讲 他上次副总住院的事 你给我装可怜 他跟你装可怜 闻所未闻 我完全想不到当时 你会是什么样子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嗯 只要能达到目标 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就是不择手段呗 老板教得好 叶医生啊 说真的 对于工作呢 Vicky真的是尽心尽力 没得说的 嗯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 谁要给我涨工资吗 我说你嘴厉害 你就来劲儿是吧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医生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 聪明可爱 而且又伶雅俐齿的 你是什么感受 好 谢谢 呃 不好意思 给Terry女士换一杯温水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Daisy 你今天晚上尝到这个粥 炖得特别的慢 很细的 琪琪 你也在这儿啊 凯琪 快快快 来 跟我们一起吃 不吃了 我给外卖了 这位是 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们盛总的 停证助理 Daisy 你好 我才来没两天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了 这个就是销售部的凯琪 她可是我们全公司 有名的大美女哦 什么大美女啊 别听她下说 你坐 姐姐 我给你说一个新八卦 怎么了 我给你说 维琪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林大说她死不承认 但是两个人非常地搭配 你这已经不是什么 最新八卦了 你又知道了 那当然了 不过维琪 确实很厉害呢 那当然了 睡好了吗 再次感谢 客气了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 小心她这儿 下期约 盛总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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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盛总 是吧 对你挺关心的呀 有吗 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 对谁都这样 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 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吗 说吧 什么事 对 我忘了跟你说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 我太抱歉了 是我自制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们 玉雷 宁玉胜啊 宁玉胜 我呢 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把你拒绝了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 看到我得便宜卖乖 一定对我恨之入骨 我就喜欢他们 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 还笑 不过说真的 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 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为什么非得我是你前男友 你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不是你是我前男友 因为我够优秀 你甩不动啊 那是你中 我甩不动 我一百天 你呢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告 你看一下 好 姓哥 姓生 易伯伯 我来看你了 来 宁玉 来 丫头啊 给我吧 好好好 先放下 来 坐 坐 坐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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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余山 泡杯毛巾 好 您咋喝茶呀 但是医生现在不让我喝 我只能喝百杯水 等您回头出院了 好了 我给您拿一些好的碧螺春 我正好有个朋友 是洞庭东山人 自己家炒的碧螺春 可香了 我光想着我都 都惨了 好喝吗 好喝吗 抱歉啊 那个医院里面没好茶剧啊 就将就一下 能不喝 这回了家之后呢 我们用那个初池大碗的 就泡你送来那个碧螺春 怎么样 初池大碗泡碧螺春 那是有典故的 你不是我 行家呀 那当然的 你也懂啊 那个壁螺春 它就是要用那个大碗喝 才有味道是吧 太好了 你 你 你到外面来 我要给你 谈你善 好 跟你没关系 你不要 你坐坐坐 你你 你玩你手机 我跟着 叶雨晨 我跟你求婚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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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好 我以为她知道我生病之后呢 随便找个女人结婚 把你当牺牲品了 把话说回来 真的不容易啊 七八年了 真的 七八年她第一次 带姑娘来给我看 我这儿子 我这儿子呢 我了解她 心机实在 善良 善良的 派你做公关 来看我 也是我自己想来看您的 那不是一样吗 她要不告诉你的话 你怎么知道 这就证明啊 这就证明啊 起码她把你当亲人 当最好的朋友 她 她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 翻过这一篇 我相信 她能真心实意地对你 她这个人呢 这朋友少啊 真的少得可怜 她把自己困得太久 太苦了 这之前我还一直担心她的身体 可是现在 在她最艰难的时候 如果你的出现 我 我真的很感激你 那哪儿的话呀 姑娘 如果你愿意 就给她一个机会吧 她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我 丁伯伯 您给我讲讲 您的一件小时候的事吧 她不会 从小就没朋友吧 不会 小时候可疲可疲 不明清怪 好吧 我 她 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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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ique 脂肪 切成 做法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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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你那个前女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 你得告诉我 我才能决定 汤不汤这个浑水 是不是 我从高中就喜欢她 那时候我就发誓 非她不娶 一定要给她幸福 当时她爸有心脏病 我就立志一定要 一心想要当个心脏科医生 给她爸的病治好 当她计划和我分手的时候 我还像个傻子一样 给她申请国外学校 所以你爸给了钱吗 五百万啊 当时我想 她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 是我爸逼着她离开我的 是我爸逼着她离开我的 结果都不是 她说她从来没喜欢过我 所以呢 我刚才会说我 好 好 我 民你 好 我受麻了 早啊 谁发生什么事啊 昨天 没睡啊 还吃早餐 你做的 我买的 出门左转再右转 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 你不知道吗 是啊 来 布布 我 那个 不管 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好呀 我自己淹了好久啊 这个 我自己舍不得吃 这个配早餐最好 拜拜 多 嗯 拜拜 吃 吃 吃 我们交往吧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当我抓住她的手 问她 到底怎么回事 她就一根一根 掰开我的手指 她 跟她一根一根的掰跟我说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让我死心 怎么能死心 怎么死心得了 她说 她 她一开始就是故意的 就是因为我有个有钱的老爸 罗米欧没有遇上朱利亚 不 罗米欧遇上了 遇到朱利亚了 罗米欧遇上朱利亚了 她 还真正的插在她心口 没办法啊 罗米欧遇上朱利亚了 没办法啊 罗米欧遇上朱利亚了 对朱利亚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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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的人往你心口捅了一刀 每一次都说 这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想他 最后一次帮他了 最后一次难过了 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 为什么就这么简单 你呀 口口声声说绝望了 真是得爱得多深深才能这么卑微 我以为我够无怨无悔的 跟你一比 这局你赢 那我说交往试试看这件事情呢 确实是认真的 你想啊 你一个正常的男人 我一个正常的女人 咱俩没必要做一辈子为王仁 对吧 这很现实吧 我知道 你是想帮我 我是想帮我自己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追我 之所以挑上你呢 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 家里还有钱 关键是那么了解我 你也不用担心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完美 昨天酒喝太多了 还没醒 是后酒没醒 你说那个早餐店在哪儿 出门什么 左转子吗 左转再右转 不认识 先左转再右转 先左转再右转 请 请 立友 这个启发书再稍微调整一下 必须强调商品的特点 喂 你好 就知道这个商品的诉求是什么 好 明白了 盛总 派出所找戴西 莉莉 房屋说合同收到少了一页 怎么可能啊 我每一页都检查的呀 你不会不知道合同有附加一页吧 两页都要找安总监签字的 我都签了字给到你 法务说就少了一页签字呀 那 那我再去打印一份 你让安总监再补签一下吧 安总监今天要出差 客户今天就要这个合同 所以我才那么着急的呀 离他出差还有一段时间 我现在去打印 然后我到机场 给他签应该还来得及吧 是这个吗 你在哪里找到的 就在那个回收箱里 公司说要节约用纸 双面打印 我印象中好像这张纸 就印了一半 就留起来了 谢谢你啊 没事 你赶紧的 送过去吧 小心一点啊 等等 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 你不表示一下 谢谢你啊 戴西 没事 谢谢啊 没关系 戴西 盛总有事找你 盛总 您找我 稍后等我一下 戴西啊 刚刚派出所来了一个电话 他又闯货了 谁闯货了 没事 他们也没有说得太清楚 就是说 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呢 我那天在公车上丢了一枚胸针 那就去看看吧 看看是不是找到了 好 谢谢你 戴西 这还要一个小时就下班了 我还要去几家门店去巡视一下 我带你过去吧 不用了 我打车方便的 马上高峰期了 打不着车呢 我带你去 走了 你看看 这里有没有人丢的东西 没有 这批是我们刚刚缴回来的 如果这批没有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就被销赃了 那 销赃以后的东西 还用什么方法能找回来吗 这个销赃以后的情况就很复杂了 不合说 我们只能尽力再帮你追查一下 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盛总 您怎么还没走啊 等你啊 东西找到了 没有 对你来说很重要啊 对 算是吧 您先走吧 我先回公司 有些事还没忙完呢 一起吧 什么呀 上车 好 好 哦 谢谢 OK 你怎么才来啊 你以前迟到了 还会跟我说句对不起 现在是女朋友 有点不太习惯 后悔了啊 不许后悔 走走啊 走啊 走吧 你都不管我今天听什么乐队 谈恋爱呢 重要的不是听什么 是和谁一起听 好 世界不再是她的想象 但不完全在平常中平常 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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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总你怎么了 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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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一下啊 喂 一个愉快的夜晚 怎么样 不算点尴尬吧 感觉挺好 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了 第一次约会的纪念礼物 恭喜我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你来真的 我没准备 哇 这样 我 我下一次一定给你准备一份好的 好的礼物 好 不如就那块表吧 从我认识你就一直戴着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也适合我 我送你一块新的吧 买新的多浪费啊 这个我可以 一直戴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 对不起 我不该找你要 来 手给我 我是怕 我待久了 有时候它走不准 谢谢你啊 我会珍惜的 最后一个环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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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突然离开的瞬间 抛尽了纪念的笑脸 重复雨天 等待晴天 你突然拥抱的瞬间 当你不等来了一晚光年 温暖的夜 从没走了